好,弟兄姊妹,主日平安。 我们刚才读的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。 大卫的这首诗,它的主题显然是叫做《信靠》。 这个诗常常被很多的圣经人物和历史人物所引用。 比如这里边的第六节,《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》。 以前我在讲《约拿书》的时候,我提过《约拿在于父》中有一个绝命诗,对吧? 就是他的那个祷告,就是从这里而起的。 我们说信靠在平安的时候重要,但是我们也可以承认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更加重要。 所以在这首诗里边就提到了许多的苦难。 提到了许多的苦难。 我们看到第四节有提到敌人暗射的种,要来去当一个陷阱一样的捕捉我们。 还有呢,刚才第六节提到的说信人的人,这个意思就是无神论。 还有呢,在苦难当中,我们的眼睛忧愁甘瘪,身心不得安疏。 生命被愁苦消耗,年岁被叛息旷废,力量衰败,骨头枯干。 被人羞辱,众叛亲你,尤其在你的临舍面前,你被大大羞辱。 这就是一人常常经受的苦难,然后被人忘记,被人铲蚌和攻击。 所以我们说苦难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具体,就和罪孽是具体的一样。 所以呢,大卫你看他怎么做,他只能不断地去呼求。 整个这首诗有二十四节,整个这首诗有二十四节,其中呢,就用到了十五节,有十五个求这个字,求或者呼求。 所以整个的这首诗就是一个呼求的这样的一个诗篇。 所以我们说是在这种呼求中,大卫得着了信靠。 在信靠当中,大卫又继续地呼求。 他既呼求上帝拯救他,也呼求仇敌去受惩罚。 但是整个这首诗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呢? 是第五节。 第五节。 本师的核心和高峰就是在第五节,他对上帝主权的一个全然的信靠和交托。 体现为就叫做,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 所以说,这个就是叫做最高的一种信靠,也是终极的信靠。 因为相信神一定会最终拯救我们的灵魂。 即便他允许仇敌杀害我们的身体。 这个就叫做真正的信靠。 所以这个第五节我们发现,正是主耶稣的所谓十架七言之一,对不对? 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这句话,对吗? 在临死之前,他说,父啊,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,对吧? 所以这体现着同样的一个终极信靠。 所以说我们说这首诗,十天三十一,影响了特别多的人物。 除了刚才提到的约拿,其中在第十三节,这个还是出现在了耶利米的祷告当中。 而且你还记得吗?在《使徒行传》里,第一个殉道的斯提法,他在临死前所说的,跟主耶稣说的一样,对吧? 也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 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圣徒在他们殉道前临死的时候,说的都是这句话。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 有天主教的,也有圣公会的,还有我们以前提到诺克斯在苏格兰,苏格兰的教会在那个大杀戮时期,就是1683到1688年。 那其中有许多的这样的圣徒在临死前说出这句话。 也包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胡思。 殉道的胡思在临死前说的也是这句话。 我们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讲道,这是我们要讲第四次。 在前三讲,我分别讲的是马丁路德,威克里夫,诺克斯,这三个,加上我们最后要讲的加尔文,你会发现有一个共性,就是虽然都因为坚持真理,激烈地反抗天主教,也招致了逼迫,对吧? 但是,这几个人都得了人所谓的善终,并没有殉道,是不是? 那这个或许给了我们一种错误的暗示,以为说坚持真理不至于死的。 如果是这样,那胡思的这个结局就可以及时地证明,其实为真理而死,才是圣徒的常态。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讲,这只波西米亚的天文,就叫做胡思。 用今天这个话来说,约翰胡思,或者用他的本民族的语言,说杨胡思,他是捷克人。 杰克人,杰克这个地方呢,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,里边那个标出来他所在的位置叫布拉格,是吧?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。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,小时候应该看过一个动画片叫《燕鼠的故事》,那是杰克拍的,是吧? 还有很多人知道,杰克出的啤酒可能才是最好的,比尔森啤酒,百威啤酒,这是杰克出的。 喜欢汽车的应该知道有一个叫斯科达,这个汽车是杰克的。 那么在2005年,杰克的官方电视台组织了一个评选,叫做《100位最伟大的杰克人》。 在这个评选当中,胡思排名第七,比他靠前排第五的是胡思派的一个著名的将军,等一下会提到这个人,他叫杨杰什卡。 排第四的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,叫《夸美纽斯》,这是杰克人。 他是在,这个《夸美纽斯》是在加尔文宗的大学受的教育,后来就成为了胡思教派的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最后一任主教。 而且在30年战争爆发的时候,就成了宗教难民,就流亡欧洲了。 你看,跟胡思有关的这几个人,分别排到第四,第五,第七,对吧,可以从侧面来说明胡思对杰克的一个影响力。 那从一个我个人的角度来说,我觉得胡思才是最大的杰克人。 不过在这个胡思的时代,杰克那个地方并不叫杰克,叫做波西米亚。 今天大家一听到波西米亚,可能很多人想到的仅仅是一种,一种比较就那个穷艺术家喜欢的那种穿衣服的风格,是吧,拉拉踏踏的,结果看的还挺别致,很好看的那个样子,对吧,我们称之为那叫波西米亚风,对不对?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个浪漫气息和艺术气息很重的一个地方,对吧? 这个波西米亚,它的东南西北的四边,这个邻居分别是斯洛伐克,奥地利,德国和波兰,它是一个内陆国家。 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,是有一只人叫波西人,他是属于凯尔特人,就住在这儿,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叫波西米亚。 再往后一些呢,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,日尔曼人就迁到了这个地方,从此日尔曼人在这儿一直是一个,就像贵族或者领导阶级,再稍后一些就有斯拉夫人啦等等,其他人也会迁入到这个地方。 所以呢,在这个九世纪的时候,日尔曼人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法,就选举了国王,建立了这个波西米亚王朝。 然后在14世纪1306年,这个王朝绝后了,绝后了就由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国王,叫鲁道夫一世,直接过来继承了波西米亚王位。 然后再40年之后,又有另一个叫做卢森堡王朝,查理四世当选为波西米亚国王,后来他还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 这个人,查理四世,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一百位最伟大的捷克人这个评选里,排名第一的。 就是直到今天,捷克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。 这个人呢,是有一些为捷克做了很大的贡献,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直接迁都到了布拉格,他很热爱这个地方。 从此,波西米亚就成了14世纪中欧的一个强国。 而且这个查理四世有一个做法,也是听我明白的,他有一个决定叫做颁布了一个黄金诏书。 这个黄金诏书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当时的天主教会经常干涉这个世俗国家的王位,干涉世俗政权。 所以他颁布这个黄金诏书,就是确认了德意志的这种日耳曼的这种习惯法。 意思是我们的国王都是选出来的,是通过, 以前我在讲马丁路德那一次的时候提到过帝国当中的七大,这叫做选帝侯,大家记得吗? 对吧?就是有七个诸侯。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,虽然不太一样,你简单的理解为就像我们中国的战国时代,不是七国争雄吗?战国七雄,对吧? 当时还有个周天子,周天子名义上是掌管这所有的七国的。 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和这个很像,你可以理解为,就是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周天子, 而是由战国七雄的这些诸侯轮流可以当选为天子,可以去选也可以被选。 这就是当水罗马帝国的那个制度,但是直到查理四世才正式确定下来,他不可以干涉这个世俗的选举。 那么这个七大的选帝侯,分别就是梅因茨大主教,这是马丁路德那个时代,还记得吗? 是他第一个在这卖数字圈,可以说引爆了宗教改革。 科隆大主教,特里尔大主教,然后波西米亚国王,这个就是波西米亚,而且这个选帝侯地位高于其他的选帝侯。 还有叫做莱因普法尔茨伯爵,这个普法尔茨选帝侯等一下也会提到。 再有就是萨克森,维登堡公爵,这就是保护马丁路德的那个选侯,那个职位。 还有伯兰登堡的班侯,所以这就是七大选帝侯。 可以说这个制度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宗教改革的进程。 如果你可以去想一想,以前我讲马丁路德的时候,这个政权跟宗教改革之间的那个关系,对吧? 然后这个查理四世还在大力的建设布拉格。 我看我的,对,大力的建设布拉格。 布拉格这个城市就成了,从此就成为了欧洲,乃至于全世界最美丽,最部署的一个城市。 这是,好像是全世界首批在二十世纪被确定为什么,什么什么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。 第一个,布拉格,非常的美。 而且1348年,这个查理四世还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,叫做布拉格大学。 这个大学在今天也是,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的,在今天叫查理大学。 这个大学的历史上出过很多著名的人物,比如说天文学家蒂古,开普勒,还有物理学家马赫,还有很著名的特斯拉。 埃尼斯坦在这也做过研究,在文学家方面出过著名的诗人里尔克,米兰昆德拉,还有卡夫卡,都是这个大学出来的。 不过,布拉格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不是以上这几位,而是约翰·胡斯。 胡斯这个人呢,他出生于农民的家庭,少年丧父,他的妈妈非常的敬虔,含辛辱苦把他带大,然后特别看重教育,所以就是尽力全力去供他上学。 在那个时候上学,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,其实很辛苦的,很贵的。 但是这个胡斯不复他妈妈的期望,1390年,他就进入了布拉格大学学习,先后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。 到了1401年,又成了布拉格大学神学部的主任,再到1409年,更当选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。 这就是胡斯他在这个士族的这个层面所做的事情。 所以他一辈子,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大学教书的,同时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叫做伯利恒礼拜堂,在里面讲道,每周讲道。 所以他同时是牧师,也是教授,这样的一个事。 我们说这个胡斯的思想,其实呢,可以说直接来自于威克里夫。 还记得威克里夫吗?是吧?英国的那个,我们说宗教改革的成星,对吧? 比这个胡斯还要再早,大概要几十年,这样的一个人。 但他他的生命是有交集的,就是这个,这个,威克里夫死的时候,大概胡斯是15岁,这个样子。 那么,当时刚才提到的这个罗马帝国,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斯是,他的女儿叫安妮,就嫁给了英格兰的国王理查二世。 所以这个,波西米亚和英格兰就成了一个像殷亲的关系。 那个时候就开始,他们之间的这个来往特别的密切。 而且这个安妮公主,也可以叫英格兰的安妮皇后,她就是一个虔诚的威克里夫的信徒。 她接受了威克里夫的教义之后,悔改信主,而且把好多威克里夫的作品都带回了波西米亚,回娘家的时候就带回到杰克去。 就是在那个契机之下,胡斯也接触到了威克里夫的思想,并且深深的认同。 所以我们可以说,从宗教改革的历史的角度来看,胡斯的思想是上乘威克里夫下起马丁路德,是这样的一个样子。 他的这些思想呢,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,是再也平常不过的。 比如说,他提到说,人人都应该读圣经。 我们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,大家有一个读经的环节。 你可以觉得这有什么呀,我天天都读圣经。 可是你要知道,在当时只有神父能读圣经。 因为是拉丁文的,老百姓根本也看不懂,看得懂也不让人读,对吧。 还有呢,圣经应该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,波西米亚语,对吧。 而不能全都是拉丁文圣经。 以及教会的头不是教皇,而是基督。 就如同我们说,今天我们教会的头是基督,而不是国家一样。 对吧。 还有呢,不符合圣经的传统并不是真理。 在五大唯独里,这就叫做唯独圣经。 唯有圣经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那个标准。 等等,他所坚持的这些,都是今天来看特别的正常。 可是在当时来说,就石破天惊。 再比如,今天我们还有圣餐礼。 我们在执行圣餐礼的时候,你想一想,大家是不是既领禀,也领悲呀。 有人见过天主教的这个弥散仪式吗? 平行徒是这两个都领的吗? 你想一想,有没有印象? 是指领一样的,指领哪一样的? 指给你发一个小圆饼给你,对吧? 上来跪着,圆饼发给你。 杯是不能让平行徒喝的。 杯只有神父,主持的人可以喝。 我们先不说为什么,总之天主教的做法就是这样的。 那么从胡斯这开始,他可能跟威克里夫大多数一样, 但从他这开始,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。 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从他这继承来的一个遗产, 叫做杯饼统领,平行徒的杯饼统领。 那么这个圣参的这个事情,你会发现, 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三个,加上今天这一个四个宗教改革家里边, 对于圣参问题都是他们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。 你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,可以说直接决定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。 因为天主教的整个敬拜的核心就是圣参礼, 而我们是讲到,对不对? 是整个的这个敬拜,从头到尾的这个敬拜。 这个不多说。 今天你觉得特别正常,这有什么呀? 有人给你发饼,有人给你发杯,这样去吃,去喝。 你要知道当年有他和他的许多的信徒, 是为了这件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 在这个捷克,他们就被称作叫做异端, 而且另一个名字就叫做杯饼统领判, 这叫做异端。 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一样, 又使他去发动宗教改革的这个事情呢, 也是赎罪券这个制度。 他大力的抨击赎罪券, 也谴责这些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。 而且这个胡斯作为一个教授, 知道得多,也很敢说话。 他有一次呢,就公然说, 他这样讲,他说, 这些高级教士是蓄意曲解圣经的撒谎者, 扬言凡事必须听从教皇。 事实上,大家都知道, 有不少教皇是传异端的, 还有一个教皇是女人, 我们为何凡事要听从她们呢? 你听过女教皇吗? 没听过,对吧? 他连这个都敢说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什么女教皇? 其实这是天主教的最大的一个禁忌之意。 简单来说, 就是在八世纪的时候, 九世纪的时候, 有一个英国的女子叫琼·安格里克斯。 这个女人跟她的情人一起跑到了雅典, 然后在那儿她女扮男装, 女扮男装, 也跟着她那个情人一起学习神学, 学习什么, 结果学得非常出色, 惊空神学, 程度之高, 无人能及, 就正式成了教室, 后来还跑到罗马, 在罗马讲课, 在罗马也得到高度评价, 最后居然在853年被选为教皇, 都不知道她是女的, 不过在当上教皇之后, 她怀上了她情人的孩子, 后来还就在正在街上游行的时候, 主持礼仪的时候流产, 早产, 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特别大的一个丑闻, 这个事我们公平一点讲, 因为史料是很缺乏的, 可能是真的, 也可能不是真的, 但是问题在于我想说的是什么, 胡思他是提到过这个事, 他说教皇以为是女的, 这个道理招致了天主教对他的仇恨, 后来在康斯坦辞大公会议, 就是定罪把他处死的那个大会上, 他再次有提到女教皇的事情, 不过奇怪的是, 当时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件事, 事实上, 这个是胡思所欠扬的所有观点里边, 唯一没有被质疑的, 就是大家都认为, 他说的这个女教皇的事是最靠谱, 最是真的, 可是他所宣扬的其他的那些坚持真理的那些事, 都被斥为异端, 那是定死他的证据, 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事情, 那个天主教会和他们的那个会议的那个颠倒黑白的程度是什么, 意思就是说, 胡思所讲的观点里, 可能最有可能是不太靠谱的一个观点, 反倒是最不受质疑的, 而他所坚持的那个真理, 却是被打击的最厉害,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, 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胡思之死的这个背景, 这个背景呢, 我们刚才说了, 他其实可以算是威克里夫的同时代的人, 威克里夫死的时候, 这个胡思已经15岁了, 所以比他大个几十岁而已, 因此他这个时代背景和威克里夫的背景大体相仿, 就是当时的教会大分裂, 出现了两个教皇, 先是教皇被掳到阿维尼翁, 还记得以前我讲吗, 有一个教皇特别坏, 是吧, 作威作福, 结果是被那个法王费利四世, 把他给羞辱了一番, 吓死了, 吓死了之后, 法王就把自己立了一个教皇, 带到了法国去, 可是罗马这边自己也立了一个教皇, 所以同时有40年之久, 教会同时有两个教皇, 为了解决这个尴尬局面, 又开会, 选出一个新的教皇, 结果选出来的这个教皇和原来的那教皇, 谁也不肯退位, 所以同时又有一段时期, 有五年之久, 天主教荒谬绝顶, 同时有三个教皇, 当时就这么混乱, 这个局面直到1414年召开的这个康斯坦茨会议, 才得到了解决, 这个会议跟胡思非常的相关,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被处死的, 那个会议呢, 把这三个教皇全都废了, 另选了一个教皇叫马丁武士, 为什么说他非常相关, 因为这次大会就两个议题, 第一个就是确立新教皇是谁, 解决这三个教皇的这个乱象, 第二个议题就是, 要正式确定威克里夫是异端, 当威克里夫一旦被定为异端之后, 完全坚持他思想的胡思, 自然也就成了异端, 大家可以明白了, 是吧, 成了异端怎么办, 就要执行火刑, 虽然一开始, 教皇约翰23世声明要保护他, 以这个名义召起他来着, 结果把他召来之后, 作为三个教皇之一的约翰23世, 自己也被废了, 是吧, 选了另一个教皇起来, 所以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了, 而且同时, 答应保护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, 叫西吉斯蒙德, 他一看, 三个教皇都废了, 这些红衣主教们, 都是强烈的要定威克里夫威一端, 他马上也见风使作, 也不履行乘舵保护胡斯了, 把他交给了这个红衣主教团去审理, 所以最后就是在这个邪恶的大会上, 把胡斯定为一端的, 最后他们的这个宣布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, 说, 约翰胡斯过去是, 现在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, 罪恶招章的一端分子, 他公开传讲错谬和一端, 藐视教会权柄, 在该错误中顽梗不化, 心思刚硬数年之久, 他还要向至高的审判者, 主耶稣基督发出申诉, 此顽明不化之举令, 忠实的基督徒尤为愤怒, 总之, 说了最后, 废除他原有的教士, 尊严及职位, 意思是开除教级, 移交世俗法庭, 开除了教级之后呢, 移交世俗法庭就要执行火刑了, 然而在执行之前, 还要先羞辱他一番, 这是当时的规则, 首先给他剃头, 教士的头就是有点像什么呢, 就是周围留一圈, 中间是秃的, 这个给他剃掉一半, 变成所谓的阴阳头, 然后呢, 在剃头的时候, 这帮主教开始大大的争论起来, 我们该用剪刀, 还是该用剃刀, 吵了半天决定不下来, 胡思德忍不住叹息, 说我真是感到惊讶, 他对皇帝说, 这些人在心思残忍方面, 要把人烧死的方面, 如此同情合意, 可是在用什么方式执行这种残忍的方面, 居然如此地相持不下, 多么可耻, 对吧, 最后他们终于举着一致了, 用剪刀, 把他的头发和头皮都剪下来, 然后又给他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子, 上面画着三个魔鬼, 写着头号异端分子, 有没有似曾相识, 可能别的国家一些批斗也好, 什么做法从这儿学来的, 所以我们说, 被这么邪恶, 乖谬, 残忍, 愚蠢的势力, 定为异端和邪恶, 就是说, 被邪恶认为你邪恶, 这是圣徒已经得着荣耀的最好的见证之路, 这首歌呢, 他唱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怜悯我吧, 唱的没有几句, 那个风转向来, 火焰就吹到他脸上了, 他就窒息了, 可是窒息了一会儿, 他又动他起来, 坦然的就念诵, 今天我们开始读的那首诗, 十篇三十一篇, 特别是那一句,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, 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世上的苦难, 当这些所有的柴火烧光之后, 他的上半截身体还挂在链子上, 这些仇敌就把他的残躯从柱子上扔下来, 又重新点了一堆火来烧, 又把他的头颅剁成了碎片, 好更快地烧成灰烬, 又从他的内脏当中剪出他的心脏, 用棍棒使劲敲打, 然后挑在一根尖尖的棍子上, 在旁边另外的一堆火上继续地烧, 当胡思烧成了灰烬之后, 教会, 天主教会还不放过他, 他们说绝对不能让胡思的任何一部分, 回到波西米亚, 于是把他的骨灰撒到了空中, 随风而去, 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边说, 我愿因为爱主被火烧尽, 你觉得这是比喻, 在胡思这儿不是比喻, 对吧, 这是事实, 不过你看到, 同样就是这次会议, 也同时下令把威克里夫挖坟掘墓, 挫骨扬灰扔到了河里边, 不过绸体想不到的是, 水中的威克里夫和风中的约翰胡思, 正是大大的被又像风又像水一样的圣灵所使用, 开始了主耶稣捷径他自己教会的历程, 胡思在临死前, 在牢房里边说了一段话, 他说, 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, H-U-S, H-U-S, 这个在捷克语里就是英文的goose, 鹅, 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, 但是一百年后, 你们将会听到另一只天鹅的鸣唱, 这是你们无法烧毁的, 而且到时你们将不得不聆听他的歌唱, 就是在整整一百年以后, 在离他不远的萨克森州, 就出现了一个人叫马丁路德, 所以马丁路德后来读到这段话, 他立刻就认出, 他是胡思所预言的对象, 然后马丁路德就说, 约翰胡思当时在牢房里预言的那只天鹅, 就是我, 他说, 当时胡思就讲, 他们今天烧死一只鹅, 但一百年后他们将听见一只天鹅的鸣唱, 而且不得不听, 他说, 是的, 那就是我, 若上帝喜悦, 这只天鹅将会持续不断的歌唱下去, 所以我们说, 虽然威克里夫死了, 约翰胡思也死了, 但是他们所持守的真理, 终于借着马丁路德, 约翰加尔文, 约翰诺克斯等等, 许许多多的人, 将这真理真的传扬了下来, 就像那种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件发生一样, 所谓的黑天鹅事件, 就这样的展翅而飞, 整个的改变了教会, 也改变了世界, 不过胡思的事情还没有完, 当胡思的死讯传来, 被这样残忍地杀害, 波西米亚人民极其愤怒, 因为波西米亚人民呢, 一直是支持胡思的, 支持他的所有的这些想法, 和他的坚持的真理, 于是支持他的这些民众, 和地方贵族, 开始反抗教语, 这种反抗拉锯持续了好几年, 直到1419年, 天主教会对波西米亚颁布了叫进行圣事, 这个绝乏的一个禁令, 意思是, 直到你们悔改之前, 整个波西米亚, 没有人可以再领圣餐, 再可以给人施洗,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, 这就等于要了你的命了, 对吧, 因为当时全部的欧洲人都是基督徒, 这叫做进行圣事, 而且更要命的在1419年, 布拉格的市议会, 就是以胡斯信徒为主的, 这个市议会被强行解散, 还有人被逮捕, 用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议会, 取代了这个议会, 于是胡斯信徒非常的愤怒, 7月30号, 他们在布拉格广场上游行, 然后人潮聚集到新政府的门前的那个议事厅的时候, 要求释放被逮捕的胡斯信徒, 这个时候居然有天主教徒从那个楼上的窗户, 往楼下扔石头砸这些人, 在这挑衅, 这一下就激起了这个胡斯信徒的愤怒和不满了, 狂怒的这些胡斯派的信徒, 冲到了市议会的楼上, 将市长和市议员一共7个人, 从窗户扔了下去, 扔向了那些手持着长矛的抗议者, 这个就叫做历史上叫做著名的, 第一次布拉格抛窗事件, 从此这成了捷克的一个政治传统, 每次有游行的时候, 反对派就会把执政的那一方的人, 从那个义士厅的窗户往下扔, 从谷到今扔了好多次, 这是第一次, 从那一天开始, 胡斯派开始攻击天主教堂相关人物, 然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出兵镇压, 胡斯派全面起义, 在捷克, 这个就是开始了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, 这个胡斯派的贵族推举了一个叫做杨杰士卡将军, 领导他们,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100个罪委扎结克人里排第五的, 排名居然比胡斯还靠前, 是吧, 他其实是坚持胡斯的思想, 然后这个人, 据说是号称历史上的七大战神一般, 一生没有打过败仗, 他带领着波西米亚精兵, 而且当时已经能够率先采用这种先进的这种军工业, 能够生产火器, 而且他有一种大车防御系统, 那个战车系统非常厉害, 而且他的战术也是出神入化, 意志也非常的坚强, 所以无论这个罗马帝国多少的军队来打, 都被他一一的击退, 当时的这个打他的这个军队叫做什么, 居然叫做十字军, 就是最后发动的第九第十次十字军, 是为了专门打胡斯信徒的, 你就知道天主教会, 十字军东征起初是对的, 是为了打穆斯林, 对吧, 收复圣地, 可是到后来真的是很坏, 他打的是自己人, 当然了, 胡斯坏他们都不认为对方是自己人, 他去打这个胡斯坏的信徒, 从那个时候开始, 捷克的这个军事工业, 直到今天都是世界领先, 对吧, 咱们抗日战争那些片里看到的那种机枪, 什么歪霸子, 那都是捷克产的, 所以呢, 这个胡斯均在当时是战无不胜, 非常厉害, 在杰志卡的领导之下, 他们就跟历史上的许多这样的军队一样, 唱着神圣的战歌, 这个战歌我会发到网上去, 那个歌词会发到网上去, 第一段的大意就是说, 你们是神的战士, 你们要祈求神的帮助, 保持对他的信仰, 与他同行, 你们将看到胜利的曙光, 你们为基督的牺牲是职者的, 他将百倍偿还于你, 如果你为他而牺牲, 定能得到永恒的生命, 为真理奋战的人必得福祉, 一共有好几段和词, 右边的这一个, 就是胡斯派的战士所使用的盾牌, 左边这个就是杰志卡将军, 人间没有人可以打败杰志卡, 但是杰志卡死于瘟疫, 在他病死之后, 另外一个人继承他的统帅地位, 继续对抗罗马帝国, 后来那个人也很厉害, 但是最后致命的失败是胡斯派自己分裂了, 其中的那些有一部分投靠了天主教会, 投靠了罗马帝国, 转过来再逼迫他曾经的战略, 来一起战斗, 所以最后在1437年, 在西翁之战当中, 那个叛变的那一支胡斯派, 来围攻最后坚守的这一支, 叫做塔伯二派, 最终在这个地方就灭亡了, 这个很相似的这个事件, 这是在1419年发生的, 在200年后又发生了一次, 在杰克, 在1617年, 将近200年, 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, 斐迪南二世, 他当了波西米亚国王, 一上任就继续地残酷逼迫新教, 还有胡斯派, 所以呢, 1618年5月23号, 布拉格新教徒又再次发动起义, 冲到了广场, 冲进了王宫, 把那个两个钦差, 又从窗口往下扔, 扔下去了, 总之又开始去打仗, 那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, 这边新教联盟, 选举出了这个普尔法兹选帝侯, 斐特列五世, 为波西米亚国王, 这个普尔法兹选帝侯, 他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加尔文宗的信徒, 所以波西米亚选举他为国王, 他的母亲, 就是著名的荷兰的奥兰治亲王, 沉默的威廉的女儿, 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, 他的妻子, 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,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, 所以这个菲特列五世全家, 好几代以来都是加尔文宗的信徒, 他的曾祖父叫做菲特列三世, 就在1563年, 这个普尔法茨选帝侯, 他的治所, 那个地方就叫海德堡, 大家知道吧, 所以在1563年, 他的曾祖父就召集了一些加尔文宗的牧者和信徒, 共同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什么, 海德堡药理问答, 就是他的祖父制定, 曾祖父, 其中的第八十条, 是他那个曾祖父亲自提议撰写加进去, 整个那个海德堡药理问答是很温和的, 只有第八十条充满战斗精神,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, 而他这个菲特列武士, 这个波西米亚国王只当了一个冬天, 所以后来被这个仇敌姬孝伟叫东王, 说他只当了一个冬天的国王, 后来就被这个天主要势力全部把他消灭了, 消灭了之后, 二十七位新教贵族和领袖在布拉格广场上被斩首, 大批的人被杀, 被驱逐, 而且限令所有的新教徒, 三天之内离开捷克, 离开波西米亚, 从那一天开始, 捷克就成立一个天主教国家, 直到今天。 而菲特列武士呢, 也流亡荷兰, 不过, 他和他妻子的最小的女儿, 后来嫁给了第一任的汉洛威选帝侯, 奥古斯特一世, 然后呢, 他们的后裔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, 当选为英国国王, 就是乔治一世, 所以神的旨意还是在他们的家身上有一些彰显, 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很难揣测, 改教的事业一度看起来最为兴旺和最早发动的, 就是波西米亚, 就是捷克, 无论是从上到下, 从国王到贵族到百姓到知识分子都支持宗教改革事业, 但是最终却被天主教完全的复辟绞杀, 而一度看起来特别之岌岌可危的英伦三道, 最后却成了新教最坚强的核心,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, 同样被一些选帝侯保护的马丁路德和约翰胡斯, 一个安度晚年, 一个壮烈殉道, 对吧, 这都是我们不能知道的, 不过到了今天, 虽然今天的捷克已经是一个天主教国家, 但是胡斯仍然被所有的捷克人认为是他们的民族英雄, 他的精神也势带去引导捷克人民寻求那种自由和自主, 捷克著名的音乐家叫做斯梅塔纳, 他就写过一个交响乐族曲, 叫做《我的祖国》, 不是我们那个一条大河波浪船, 捷克的《我的祖国》, 六个乐章特别美, 我听了好几遍了, 其中的最后两个乐章, 就是使用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胡斯战歌, 那个主旋律, 作为他整个的那个乐曲动机, 他最后的那一章叫做塔伯尔, 塔伯尔就是最后胡斯派坚守的那个城, 最后陷落在那个地方, 还有一个这首弘扬著名的捷克音乐叫做德沃夏克, 这个人很多人知道了, 新世界是吧, 他也写过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序, 叫胡斯派序曲, 那个胡斯派序曲的旋律, 也是刚才那首胡斯战歌, 当然了, 不是所有音乐人都了解胡斯, 一提布拉格, 很多人想到的是蔡依林啥, 布拉格广场, 然后找一下那个歌, 我还真看了一下, 据说周杰伦普的曲, 方文山写的词, 不过那里边有一句著名的一句词, 叫做, 我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, 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, 对吧, 有这么一句话, 于是不少的周杰伦和蔡依林的粉丝, 跑到布拉格旅游去专门找那个许愿池, 然而并没有什么许愿池, 这个方文山肯定是把布拉格广场胡斯雕像的旁边, 有一个许愿墙, 当成了许愿池, 许愿池在哪呢, 著名的许愿池是在罗马的, 罗马, 著名的那个叫做赫莱维喷泉, 那有一个许愿池, 天主教的一个迷信, 怎么可能是把烧死路胡斯的那个仇敌的许愿池, 放在他的雕像下面, 对吧, 那是不可能的, 有一个许愿墙, 当然, 2014年以后, 布拉格市政府对那个地方进行了修缮, 安上了围栏, 也不准人再往上面贴纸条了, 塞纸条了, 所以连这个许愿墙今天也没有了, 不过胡斯他真正自己许下过的愿望, 就写在这个, 他那个雕像的基座上边, 两句话, 第一句话是, 我相信在跨越愤怒以后, 你们的权力必将食而复得, 杰克人, 可以说这句话, 这就是多少年不断地指引着杰克人, 从这个波西米亚的天鹅, 这个精神当中获得力量的一个方式, 直到在1990年, 他们再一次地挣脱了苏联的这个统治, 可以说又再次地应验了这句话, 所以就是在这个广场, 在他的塑像下边, 见证了杰克人民, 不断地争取自由的这个过程, 而下面这句话就更加的重要, 是他的一个愿望, 说彼此相爱, 愿真理给每一个人, 胡斯正是为了坚持真理, 为了彼此相爱, 付出了他的生命, 所以面对着相似的逼迫, 其实我们要知道, 我们还远远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, 我们唱了个歌, 我愿为主烧成灰,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, 那真的只是一个比喻, 我们可能会面临逼迫, 但是你真的没有经历过胡斯坦的逼迫, 刚才我们敬拜开始前, 有没有注意到社区的工作人员, 已经来我们这儿开始调查了, 开始收集资料了, 也许下一步就是警察, 但也顶多就是这样的, 顶多就是我们分寸开聚会, 不会再有什么东西, 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,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彰显, 如同你也不知道在当时, 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, 坚持真理, 为什么捷克居然还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, 这是我们所真的不知道的事情, 对吧, 但是我们仍然能说的是, 我们要坚持真理, 很多的这个上篇的一些斗争, 是我们所不了解的, 我听了一个多年专门研究, 中国家庭教会政策的一个教授, 他的一个讲座, 他呢, 也是在政府方面, 也是经常请教他, 据说将来的宗教法, 要请他来帮助来立的, 他的一个观点是, 为什么现在有所谓的新宗教条例, 大概的意思, 大家注意一下这几年的一个历程, 比如说原来一个计划生意委员会, 后来这个就砍掉了, 并住到了卫, 那叫什么卫生部, 是吧, 现在叫做卫纪委, 对不对, 也就整个李克强政府的一个做法, 就是要去做小政府, 减政放权嘛, 对不对, 把原有的120多个部门, 据说的目标是要减成50多个部门,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, 宗教局就很尴尬了, 宗教局也属于要被砍的一个部门之一, 如果你是宗教局局长, 你的部门要被砍, 你会做什么, 那就是搞事情出来的嘛, 对吧, 刷刷存在感, 制定个新条例, 证明我还有用, 我们是有追求的, 我们是在做事情的, 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, 因此呢, 有可能不是说中央要这样做, 但是也踏踏实实的, 确确实实的, 可能是这个宗教主管部门, 故意要刷存在感, 要这样做, 那从他的这种, 癫狂的表现来说, 要展开一些逼迫, 完全有可能, 只不过他也, 可能会顾及一些事, 不敢做, 比如说, 我们看到这一届的政府, 对宗教的逼迫, 基督教的逼迫, 是从14年浙江拆十字架开始的, 对吧, 当时全国都在观望浙江, 怎么观望呢, 如果浙江这个事, 这个持续三年的运动, 拆了1500多座教堂的十字架, 抓了不知道多少人, 如果这场运动, 下来浙江的主政者, 能够高升, 甚至于进场委员的, 那我估计各省就会群起而孝职了, 对吧, 群起而孝谎, 那结果是浙江的省委书记, 直接把他安排到人大一个闲职, 算是下课, 落地了, 从此各省的逼迫的这个动力, 就小了很多, 所以我们不用太过于担心, 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问题, 也说不定下周我们就不能聚会了, 这都是有可能的, 总之我们想说的一切就是,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, 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发生, 我们跟胡思没有办法相提并论, 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, 就是他带给我们的最大安慰是什么, 就是无论我们的身体, 是不是会遭受到伤害, 逼迫, 甚至于像他和威克里夫一样, 真正的粉身碎骨, 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灵魂, 安然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, 据说每一位犹太的母亲, 在晚上教导他们的儿女, 在上床之前, 睡觉之前的祷告, 最后一句话都是,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, 这是孩子们的祷告最后一句话, 因为对他们而言, 这同样是一个信仰的彰显, 面对着这沉沉的黑夜, 这可怕的黑夜,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, 好让我安然睡去, 然后在第二天的清晨, 又能够喜乐地醒来, 对于基督徒而言一样的, 睡觉和死是一回事, 对吧, 当你要死亡的时候,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, 当你要睡觉的时候, 你同样也将你的灵魂交在神手里, 对于基督徒而言, 这两件事没有分别, 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来说的,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, 这就是复活的道理, 对吧, 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彰显, 在我们当今的一个应用, 所以神的选民, 他会彼此相爱, 而神的国是最终会降临的, 神的真理必然会得胜的, 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, 在那将来在那天上, 众圣徒的聚会当中, 所有这些在逼迫当中, 承认主明不曾背叛的圣徒, 他们那个可以毁坏的身体, 和他们不能毁坏的灵魂, 终将重新连为一体, 和胡思, 和这些所有的这些, 殉道的先辈一起, 与主同在, 直到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中, 好,让我们来祷告, 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, 充满从你来的平安, 充满从你来的力量, 我们无论是在一起聚会来敬拜你, 还是我们不得不去暂时的分散, 我们都知道有神你的美意在其中, 你要我们聚集, 是为了在这地上树立那山上的城, 使众人看见你的明光照耀, 你要我们分散, 是为了将你的福音广传, 让那未得之名可以听见你的话语, 主我们知道, 无论或分或散, 分有时散, 聚也有时, 这都出于神你自己的美意, 出于你的命定, 主我们就求你, 使我们众人可以真正的明白, 我们在这整个的历史当中, 在你所安置在这样的一片地土当中, 我们能怎样去荣耀你, 主要与我们教会, 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,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活水的管道, 将你的话语传扬出来, 将你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,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, 阿们, 我们休息两分钟, 我们开始我们圣餐的拜点聚会, 谢谢大家,